兩會召開前的敏感時期 中共最高層官員集體向中央和習近平述職 引發關注 有分析這進一步突顯出 習近平的政治權威鞏固其中共領袖地位 據中共黨媒2月28日報道 根據有關規定 中共政治局委員 書記處書記 國務院以及全國人大、政協、最高法、最高檢黨組書記 每年向中央和習近平書面述職 報道表示 近期有關人士已經按規定向習近平述職 3月1日 香港星島日報刊文說 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等 都要向習近平述職 這樣顯示出中共黨內述職者不斷擴大 進一步突顯出 習近平的權威鞏固其領袖地位 報道認為 中共高層向習書面述職 最重要的就是兩個維護 堅決維護習近平和黨中央的核心 全黨的核心地位 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據指 習近平剛執政時 指要求國務院等五大國家機關黨組 向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報告工作 十九大後進一步要求 所有政治局委員每年亦向他述職 如今述職人士更擴大至所有黨內領導人 習近平可能藉此牢牢掌握他們的一舉一動 翻查資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於2018年3月 首次向黨中央和習近平作出書面述職 黨媒當時報道說 這是十九大以來 為加強和維護中共中央 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制度安排 剛才報告 成功